HTML5入门教学 我们同样点选上面的原始档这一个图示把它点进来 这是我帮大家收集的三个网址 它针对HTML5让你了解一下它的基本的一个概念 为什么我们要去选用HTML5而舍弃旧版本的HTML4呢 因为在HTML5的时候呢我们在宣告它的那个Document Type的时候呢 非常的简单只要这么一小段的文字我们就宣告完毕 可是在旧版的HTML4的时代呢 我们就要写这么长串 HTML5其实它的结构就变得非常的简洁 简单 那针对以前在HTML4的时候如果我们要去宣告它是一个 万国码的话呢 要写这么长串 那现在HTML5只要一个短短的一句话就做完了 所以我们会沿用这个HTML5的这个功能 那么HTML4跟HTML5呢它到底差异性差在哪些地方 就是说 以前HTML4呢它这些结构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这个 Diff Diff 都是到处都用的Diff 去做定义 但是到了HTML5的时候呢 这些Diff的定义我们把它拿掉了 只剩下一些非常的简洁的 像head、nav、article、section、footer 这些东西 我们把 意思就是说这些Diff的这个元素呢都已经被这些 新的元素啊被取代掉了 那这些元素 它的英文字也真正能够代表 这些 区块的一些含义跟内容 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 网页 HTML4它可以让你离线来储存 它还有拖曳的这些功能 而且它还可以做这个地理定位的这些技术更方便了 好的 像这个视讯啊或者是音讯的部分呢以前用flash就要写很 长篇的这些程式吗 那现在我们可以用 非常简单的HTML5的这个 Audio跟Video的标签 这样子就做完了 都根本不用任何的那个 外挂都不需要做 而且表单只要用input的这些 新的类型 我们就可以做出很炫很棒的一些表单内容出来了 而且它做了很多的这些 简化的语法 这刚刚我们就提过了叫做Document Type 好 那现在呢在HTML5呢 只要这一串字人家 Document Type它就已经宣告完毕了 好 像UTF8这个也是我们刚刚讲的 在HTML5呢我们只要宣告这一段话 就可以嘛 告诉他我们的这个文件呢 我们的编码是 UTF8万国码的 那像Scrib的标签呢 以前要写这么长串 对不对 现在都把它简化掉了 现在呢我们只要嘛 像这一行就可以了 这一行这样子 写写完就可以 像Link的标签我们也是嘛 变得非常的简洁 不用 洛丽巴说的写 写的一长串 像这些 刚刚也讲到 DIV啦 都渐渐的被这些head啦 nav啦 article啦 这些标签给取代掉了 OK 好 那要特别去注意到说 以前我们经常在HTML4的时候呢 我们经常用的这些 标签呢 有些现在在HTML5已经不用了 像这frame啦 frameset啦 还有什么center big这些东西呢 他现在已经 把它舍弃掉不用了 OK 那以上呢就是 针对一些HTML5 的这个 改变跟一些基本的概念 跟大家做说明 我现在就会购买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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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